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上午去教会 刚回来 今天呢 又是一个风和热力的好天气 今天你好吗 你过得好吗 去教会真好 我好久没有好好的去聚会了 然后 又回到教会那种会感觉真好 每次去教会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不如别人 我需要向别人学习 我总是觉得做的不够 就是他们都感觉挺虔诚的 比我虔诚 看他们那种奉献 给钱给东西 好像把家里所有东西都给别人 只是留一点自己用 我这点就不如他们 所以我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 和国家长大是不一样的 他好像很舍得给 好多东西都很贵很好 好像我就 就没有他们那么舍得 嗯 所以 是不够 但是 去教会总比不去好 上帝的话也改变人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 好像没有人分享 我告诉你 一个成功的企业是策划出来的 一个成功的企业是 所以他要企业策划 要每年的年底要一些广告费 来在哪方面投入啊 平面媒体还是什么媒体来投入 现在很多了很多的自媒体啊 这个 百度的CEO李彦宏 他泼水那件事 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他是 他是一种 炒作 他们 很多人都以为真的是泼水 而且他 他怎么那么淡定 低着头让他泼 嗯 我现在告诉你哈 是他炒作 不是真的泼水 李彦宏的智商 他在商场上 魔法过大了这么多年 什么事没见过 他能那么 傻叉 就是低着头那泼 没见过世面吗 不可能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他这样的话 他可以节省很少的广告费 几乎都不用广告费 他可以推广他的产品 因为大家一直是点击量去看 这个东西就了解他的产品 你看他演讲了一半 他去接近演讲完了 泼水 泼水完了他再什么都没讲 因为他只是介绍那个东西 介绍完了已经 为什么不在之前泼 在中间泼 整个产品的这个 介绍完了他才泼 这是第一 第二个那个泼的那个人 他带着那个工作盆 带着工作盆的也就是内部 内部人员 第二个 第三个他拿的是矿泉水 你你你你拿了一瓶矿泉水 那么他已经演讲完了 他已经演讲完了 你觉得像他这种身份 在那演讲他会拿起个 对一个瓶子来咕噜咕噜咕噜 喝水吗 除非他有一个那个台的 演讲台这我知道 有个演讲台放销笔记本的 旁边有个杯子弄杯水 他可能会喝 通常演讲这么短的时间 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人 他不会去喝水 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你明白吗 如果也讲一两个小时 他可能会准备一杯水 像这样十分二十分的时间 绝对不会准备水的 他也不会认为 人家是上去给他送水 你明白吗 他那说完了以后 他就在那咔咔咔咔 等着人家上来泼水啊 所以他是炒作 这样他可以节省很多广告费 你看越有钱越算计 越有钱越算计 越有钱越算计 这个广告费省很多 但是呢 很多人居然认为 他给人家泼水酸 就开始骂 他是干垃圾湿垃圾的 因为 这不是的 他们是吵的 你看过一点时间 他报警 他报警以后 然后又私下调解 说我原谅他了 我大人不及小人过 我很有风度 我很有包容心 你这种小人物 只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你破 我就原谅你了 这个人就感恩带他感恩 好好做人 就这样了 然后这样就继续 可以继续炒作 你明白吗 继续炒作 但是那个人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 也不是少 原来是个打工仔的那种 自媒体的那个 有点小名气 叫什么玩意 什么蛋好像是 是他 所以呢 是炒作 不是真的泼水 你看哪有人 泼水傻车的那个 这样低着头 让他泼 泼了以后 还在称英语说 What's the Pablo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母语是 Chinese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是 Chinese Mandarin Speak Chinese Mandarin 他不可能 说English 但是他那天是 泼完了以后 他很淡定 他很淡定这样的水水 他说了一句英语 What's the Pablo What's your Pablo 所以呢 你有看到吗 就是 他还要展示他的风度 他低头 通常人家 Push有一种本能 他会跑 或者他会Push Push 会跑 这是这两种 这两种是正常反应 但是他也没有Push 他也没有Push 他也没有跑 他就在那低着头 让人家泼 泼完了以后还甩一下 What's your Pablo Are you okay 所以你知道了吗 炒作 他这个视频 会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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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量非常高上面 这个很好的免费广告 你一看你就看到他的产品 因为他是最后破的 知道了吗 好 我是独家报导 第二个呢 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 新闻 这个这个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自己报导的 不是谁告诉我的啊 我没有看任何人的新闻 但是我我看了新闻 都会说我看别人的 然后呢 那个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在美国 有一个人 老太太好像偷东西 50多岁 偷吃的 偷吃的 人家报警 人家就抓他 抓他以后 那个警察去了以后 跟他聊了以后 原来他是很穷 没东西买 没有钱买东西吃 然后呢 这个警察不但没有抓他 还给了他30美金 这是美国警察啊 西方国家 有信仰的国家 民主国家 然后呢 我我回忆一下 以前在微信群里边 有人塞了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是在中国 就是那个小孩家里很穷 我忘了是初中生高中生 反正小孩子 到食堂去偷一个大馒头吃 那个馒头当时是卖五毛钱 然后食堂的大妈看到了 就不依不饶 一会要告他 一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这个小孩就把他杀了 那么这是两种的事情 一样的事情 两种的处理结果 处理的方式 两种不同的结果 那个孩子因为五毛钱 杀了那个人 就是那个偷的人 美国这个偷的这个 那个警察给他30美金的时候 这个女的就开始哇哇哭了 感动的 就是以善报恶 我相信这个人再不会偷 他不会做恶 你知道吗 因为在中国的那个人 为什么杀了他 因为他到处胡拔道的话 不依不饶 他会毁了他的一生 坏他名声 所以他杀了他 他不就没事了吗 解决后患了吗 但是他忘了杀了以后 他自己的前程也完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做人不可以太过分 要有点暴容心 你真的觉得他能投一个馒头 他肯定没有钱买馒头 饿了 你就让他拿着吃 或者你付这个钱 也不会让你穷 他会感激你 你另一种方式处理 他就宰了你 你说不活该嘛 所以说不善良的人 没有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今天我的邻居 新搬了他的房子 卖了又搬了个新的邻居 结果他是我那边邻居的好朋友 你看没有 我的右边邻居的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他的朋友 买了我左边的房子 今天往这搬家 我等会儿还准备了一束花 等会儿送给他 在这里啊 在西方就是 邻居之间友好相处非常重要 真的他开party 他叫我 我开party叫他 就特别好 经常的送点东西 就像我的邻居似的 他实在上班 没时间看不见我 我还在睡觉 他就上班去了 然后他就挂一袋 那个他院子的橘子挂在这 所以他家的水果我也不用买 因为过点时间他就给我送 我家的水果我也不卖 然后我就可以给他 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所以友人友善 自己是最大的收益者 嗯 是很好的 哎呀 我 我 你知道远亲不如近年啊 有个不好的邻居也会让你很赞疼 所以是很好的 我记得以前啊 我在国内的时候 邻居之间都不来往 谁也不 谁也不 不相信谁 谁也不理谁 谁怕谁了解谁 把门一关 谁也不跟谁来往 谁的事儿 谁也不管 鸽儿像独魔不一样 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你看这个邻居多好 他做呢 和我顺着愤痴那个缝 我就能看到他 所以我今天一从教会来 开车回来 他有老人看我 嘿嘿嘿过来过来 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他全家人都出来说 他那个 那个女的 他这个年轻人大概三十多岁吧 他有个哥哥在帮着搬家 他说 我很抱歉 我成了你的邻居了 我就假装哭的样子 我说 就是他们很幽默 就是谈吐很自然 我很抱歉 我成你邻居了 然后呢 我就假装哭那个样子 所以 感觉很好 就是大家很自然一下 拉近了 然后我说我去教会 他说 你应该把我的朋友带去教会 我说他已经很好了 看到没有 我的鞋 我的鞋 我做的鞋 你看到那么亮亮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的 我的亮亮的鞋 Blue 真好 今天天气真好 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 说我说郭文贵 郭三苗 嘿嘿 我只是学他的话 他担心我得罪他 我不会得罪他 郭文贵没什么小气 有的是大事干 他跟我跟监谨主妇 只是说说他 我是他的粉丝 再一个的 他自己说的 我只是学他话 他自己经常说 人家骂他郭三苗 郭骗子 郭 郭强奸 什么郭 郭三邪 现在又郭黑手 然后他就说我的手不黑 嗯 没事 不用为我担心 我不会得罪他 现在有一个人 我的观众找我联系他 让他帮忙 我还在联系他呢 没事 他没有那么小气吧 他忙着像个孙子似的 他还能 因为我说这个 而他自己说的话 我学一遍而已 而且他是调侃 我也调侃他 我每次他说这个话 我都忍不住笑 哈哈哈 因为他我发现 他像个演说家 他侃侃而谈 你知道 他不用对稿子 他就侃侃而谈 他还非常有礼貌 你知道吗 哎 我看他在跟各媒体内 他就是巴巴巴巴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骂 他是个骗子吗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听 我不看他说什么 我看他做什么 这是第一第二 第二一个 嗯 那个 他说的这些事我也知道 但是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所以我不认为 他这个 他就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和大家一起联手 做了一件大家都想做的事 有什么不好呢 哈哈哈 所以呢 嗯 别担心啊 不会得罪 不会得罪他的 哈哈哈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观看 你看我们新西兰的天气多好啊 蓝天白云 好 祝你们有一个平安的一天 好观看 对 感谢观看